康船航 最尊風箱 是啦 各位我的這個好朋友 各位客戶大家慢大家好 我就是民進黨的前主席 市民庭司前主席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檔 常常有人講這個 是一時的 是現實的 但是朋友是永遠的 但是沒有想到 我這一回說了一些話以後 連朋友都沒得錯了 就沒有朋友了啦 奇怪啦 講真話不可以嘛 今天討論什麼題目 就是說司主席要小英 小英就是我們這個蔡主席 英文 那麼公佈他的姓像 結果被罵翻了 但是李堯李大師呢 他要小馬說明姓像 卻沒有人罵他 怎麼會差這麼多 所以今天呢我想呢 我也很 很感謝今天坐在我們 咖啡杯裡面的大咖人物 沒有想到全國 只有他一個人挺我了 既然他說我這樣講法也是 是這個相當值得讚喜的 我們所以先歡迎到我們 政壇永遠的這個狠角色 李堯李大師 歡迎他 謝謝 謝謝李大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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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老弟 施命德 這個父親中外多前好 雨妙天下為李堯 我是狠角特李堯李大師 這是我最近剛出的新書 第73列 是是是 對對對 這本書非常好 非常特別的一本小說 大家值得一看 那我必須強調 在台灣呢 只有兩個姓李子 可以大啦啦的來討論 這個同性戀的問題 而且不會被罵 哪兩個呢 第一個叫做李安 他因為拍同性戀的題材 還可以得到奧斯卡金像獎 但是我李敖呢 我罵同性戀 我說同性戀的話題 沒有人敢講什麼話 就連名嘴 蔡康勇 我的小老弟 他也被我的逼問之下 承認了 出櫃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只有我們兩個 能夠說這種話 而且我們罵人 人家一點辦法都沒有 其他的人免談 所以今天我可以講很多 很麻辣的話 大家慢慢地看吧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現在麥克風 已經送上來了 不用再唱歌了 但是我想呢 接下來歡迎的是 這次他們自己認為 花博辦得非常好 非常成功 那麼昨天也在煙火身中 落幕的 台北市市長 我們郝龍斌先生 就是花博的發言 也就是他的代表人物 馬千惠小姐 歡迎他們倆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長 豪龍斌 那麼昨天花博 非常圓滿順利地落幕了 那麼也創下了非常 傲人的成績 那麼 尤其我很想要 市長是說呢 他非常想要親自去握 我們每一個人的手 跟他們說 真的是感謝你們辛苦了 是 是 我很想要說 我很想要說的就是說 我 我 市長是說呢 他很想要說 我們北市府團隊呢 真的非常有信心 能夠接下來 承判這種大型的國際展覽 對 對 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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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我覺得花博人可以說 是非常的竊題 而且這位花博人代表人 他可以適時的 補足市長的不足 對 是不是考慮當副市長 好不好 接下來這個我們 歡迎是民進黨的立委 葉宜金葉立委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就是一斤兩斤三斤 斤斤計較的葉宜金 我不只是問政 要一斤兩斤三斤斤斤計較 對於我最好的姐妹 湯邱玉玲小姐 到底有沒有懷孕的運勢 我也要一天兩天三天 每一天給他問清楚 謝謝 好 問清楚也好 但是我們也祝福了 因為這個 現在生育率這麼低 如果真的有懷孕的話 我們也要恭喜他 為我們台灣 誕生一位健康的寶寶 民進黨的立委 邱玉玲女士 歡迎大家 李永德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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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德 Only愛我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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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不對 我是唱副歌 老師永遠想得跟你不一樣 他體系 他體系 不錯了 他還沒有彈 Only You 對不對 而且你懷孕不適合生氣 先等一下再聊好嗎 我沒有 我沒有懷孕 你不要被懷孕 沒有懷孕 懷孕了沒 我有打電話問你 都沒有回答我 我覺得我們同黨同志 真的極度不專業 極度不專業 才會問我這種問題 我現在怎麼可能懷孕 我這樣懷孕的話 我怎麼打選戰 假如懷孕又打選戰的話 只能用同情票 也沒有 我就是說沒有懷孕 我是光明正大 然後這個 假如一有懷孕的話 我會馬上跟大家報告 其實懷孕也很好 這樣子以後也可以打一個選舉的標題 一人蕩選三人服務很好 而且假如三個月裡面也不能說 也不能說 暫時不能說 但也不代表我有 好 你不能代表 但是 結婚嘛 我今天發洗糖 所以我也幫大家這個沖沖洗 好嗎 就是我好市長花博嘛 是 我這樣穿這樣行動不是很方便 因為我懷孕了 懷孕了 懷孕了 祝福你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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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也來一點 感謝 好 好 感謝 還好我有拿到麥克風 OK的 麥克風畢竟比喜糖來得厲害一點 好 我想接下來呢 這兩位來賓真的相當了不起 下個禮拜 就是他們的終身大事 全球可能超過五億的人 都在關心他們的終身大事 英國王子威廉王子跟他的未婚妻 凱特歡迎他們兩位 恭喜 謝謝 倫 Vall 台灣 這次歡迎來到這裡 才滿興趣和幸福的 我非常喜欢台湾今天的天气 因为它是个 让我想要喝一杯 脱掉我厚重的 晚上去台湾的夜店 扑着手在 我就是 英国的王子 The Prince of UK William Arthur Phillips Lewis Oh honey 所以你到底是William Louis Arthur or Phillip 你是哪一个 你这个拜执 你这个令人 恋爱的笑坏蛋 你跟我在一起 那么久的时间 我的全名就叫做 William Arthur Phillip Lewis 不是四个人 因为他平常都只有喊到 Oh William 后面三个人都没有喊到 她是我的未婚妻Kate Hello Taiwan I am Kate Middlepan 等一下 Jopoten 东西 还有Potum 还东美了 是Middlepan Oh wait 你这个广东话 说个假话 怎么也啊 因为以前香港也是英国集民地的 Po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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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在一起算是蛮久了 多久了 爱情场跑八年了 所以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跟这个标志 What 标志的美女在一起了 那么我们四月二十九号 终于也要赶在台湾一百年 我们要结婚了 到时会有七千名记者把好消息送给大家 对 谢谢 谢谢两位 非常的恭喜你们 这也算是这个英国的大事了 好 那今天的这个讨论题目呢 就是 狮子媳就是我 叫我们的主席这个小英 公布她的姓像 被骂翻了 那这么李大师她一出马 叫小马 公布她的姓像 没有人叫她 怎么会差这么多 我先问一下李大师 为什么伤这么多 感冒还没好吗 对 那你就继续把口罩戴着 还没好 还要带着 对 这样好一点 对 那大师 那我还来干这个节目干什么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人敢干净 为什么 你这样很像那个铁面人 当然没有人敢干净 我讲什么话都没有人敢干净我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是大师 是吗 你呢 头发比我长 你多了一个盖子 就叫大帅 你懂我意思吗 我告诉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 大师跟大帅差别在哪 你帅里红山君 就是在前面画虾 你懂吗 但是没什么脑子 我是有脑子又有口才 我才叫大师 我是俊勇 我是恒久 你只有红一下子而已 你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叫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什么人说什么话 不是你的事 你干不了的活 你就别硬干 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呢 在正坛里头 我李大师 我就是麻辣锅 怎么说呢 麻辣锅谁都吃过 台湾人最爱吃火锅了 麻辣锅又麻又辣 又香又呛 吃起来呢 可能会麻辣香呛 但是问题吃完之后 爽 对不对 你就加什么料都能加 完了之后再来一个 酸梅汤 多厉害呢 对不对 就连你喝白开水 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都觉得很爽 这就是我李大师 但是失明的我的小老弟 他是什么锅呢 药膳锅 一坨黑黑的 看起来乌七八糟 就没有食物了 然后呢 苦苦的 瑟瑟的 又有中药的味道 但是有助健康啊 有没有健康不见得 但是有助于健康 因为很多是用假药 没有必要为了药膳锅来弄假药嘛 弄假药的成本也太高了 但关键是说 好 你即便说对身体 其实他的概念还不错 的确是对身体有点好处 为什么呢 台湾岛便是一个只有是非 只有颜色没有是非的 蓝的绿的 但是他现在想站出来 组一个第三势力 但是没有用 你可能会认同他的 药膳的这种食补的这种功能 但是我请问你 他真的出来选择 你会投他一票吗 不会 到了宵夜的时候 爸爸 妈妈 老婆 我们去吃药膳锅 我说谁鸟你了 还是吃麻辣锅 但是你要治病的时候 你还是会来找我 对 一般不会 对不对 要针鞭实证的时候 你还是会考虑到我所做的 我只能说到台湾这种环境呢 现在大家说 敢玩去吃 他也不会吃你药膳锅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呢 这种呛辣的话 只能我来讲 所以你今天把辣椒 把八角花椒 丢到药膳锅里头 味道就变了 所以这个呛辣的话 应该由你来讲 由我来问就对了 但是这个药膳锅能不能吃呢 他对身体来真有好处 他比起民进党 国民党 这两种收水 还是来的 对身体有帮助的 谢谢大家 我其实我也很感谢 我们李大师这样的一个评论 至少把我评论成 就是说我讲的话 有 这个还是有点用处 差不多前面 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讨论 谢谢